这个问题 来 我就讨厌那些卖花的 又叫什么呀 又叫绑架感情 人家那也是营销手段 怎么办啊 脚还是挺不容易的 要不你给我买一只吧 还干吗呀 那花贵市场 比这花还多 手里还多 又便宜 难不上去那档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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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凑钱找爸爸 跟爸爸打工走了 我说 那敢不敢写得再可怜点啊 还跟着孩子那么说话呀 哥哥 哥哥 买一朵花吧 你们是那个 陈璐 快跑 怎么玩 陈璐 陈璐 陈璐快跑 遇到小人了 不是 你跑什么啊 什么瘦人 陈璐 别跑 干吗呀 哥 你别问我 哥 哥 你听我解释 你给我跑试试 你别告诉我爸妈 你这边写的什么 没有 没有 和妹妹走散 找妹 哥 你有妹妹吗 哥 你听我解释 这小子该欠揍了 别 别 哥 你别告诉我爸妈 哥 你可真行啊 还凑钱找妹 那个就凑钱找爸 你说说你俩这小脑袋瓜想什么呢 钱 你缺钱吗 那蔡老大缺钱吗 她爸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行了 差不多行了 你说得不累我听着都累了 就算你听到没 你给我闭嘴 你别什么事都替她说话 我告诉你啊 当学生的就得好好在学校过学习 那你呢 你在大学你还卖夜宵 还租自行车呢 还给我还水是不是 我看谁来了 爷爷 爷爷救我 爷爷 爷爷救我 你不许对她恶声恶气的 就 你这个都不明白吗 哦 爷爷快送快送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 就是要来找你聊聊的 那这上海写了什么字啊 没什么 那你们聊 我们俩先上去吧 哎 快快快快吃一下话啊 哎 爷爷 够了 你坐这儿 别搞爷爷实话 朕大工在干什么 爷爷 我就是 我就是给大光叔调整了一下工作 他不可能什么事情也没有 就又被你调了一下 爷爷 这没什么事 大光叔他不是一直自己都有这个要求吗 我了解陈大光 也了解你 心里面一定是有问题的 其实啊 爷爷我是这么想的 你看 大光叔他以前是一个特别疯狂的人 坐了几年牢 整个人精气神都没有了 我是想帮帮他 你不会骗爷爷吧 没有爷爷 我一定不会骗您的 其实说到底 我这么做 就是想让巧姨能高兴一点 也让您心里能踏实 您没事吧 爷爷 好烟的 这下爷爷放心了 好 我明白了 我走了 爷爷您再坐会儿 听事说啊 茶还没喝呢 还不喝了 下回啊 爷爷我送你 怎么样 多少分 挺好的啊 一百分 那我要奖励 什么奖励啊 嗯 等一下 我好像还有事 我先拿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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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听吗 看什么呢 没什么 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喝点水就不晕了 来 喝杯水 羡慕吧 你说什么呀 后悔了吧 说什么呀 别哭说八道的 我说 你要是嫁给陈江河 现在在欧洲的就是你了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就是个废物 别 别 别胡说八道八道 干什么呀你 我就是个废物 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现在连那个小崽子都敢欺负我 打光